…… 大家好 歡迎來到アタン的喝酒時間 我會發現啊 這個詹影系列好像都沒有搭配食物吃了 好像只有一開始的時候有了 就好像不夠詹影對不對 Anyway 大家來日本旅遊的時候 是不是都不知道早餐或者是宵夜要吃什麼啊 沒有燒餅油條 沒有鐵板麵 沒有蛋餅 怎麼過火啊 也沒有大冰奶 要怎麼拉屎啊 嗯?是這樣子嗎? 然後呢 宵夜居酒屋 哇! 重複就兩三千塊不見 這個時候 24小時的牛洞店是你的好夥伴 松屋雞爺家 於是我們今天就來試試 日式早餐宵夜 牛丼飯 搭配哪一支威士忌 攪和呢 我們今天準備的威士忌有 波本筒 雪莉筒 泥梅味威士忌 格蘭罐算比較淡雅的波本筒威士忌 我們這邊後面有一支 格馬蘭的波本筒威士忌 風格比較強烈一點點 那我們今天先以典型的來試試看吧 雪莉筒的話這支 之前的認真宅引總有說過 搭配這種有醬油的又甜的 應該是很適合啊 然後最後一個泥梅味威士忌 就來試試看 會表出什麼新火花呢 好我今天買了油 蔥牛肉盤 還有一般的肉盤 還有他鋪的蛋 然後白飯是我自己準備的 然後我以為他會自己附紅薑的 結果發現沒有紅薑 只好去超市買一個簡單的 紅薑 我個人啊 我吃牛丼都一定是吃松霧 而且呢 我都吃 ネギタマギ牛 蔥蛋牛肉 而且呢 松霧有一個最喜歡的地方就是 這個 一定要加這個 黑漆味花椒粉 這個我每次都加了三包以上 一定要給大家加爆 各位理性飲酒 千萬不要加爆 好 好我們等一下的流程就是 先直接吃吃看 不算是有突出的 並不會某一方過牆 再試試看 加蔥的版本 好 哦 野蛤捏 這比較合耶 因為他這邊有一點點 芝麻 然後蔥味 它醬的味道比較濃 它會不會濃 前面的威士忌的 波本甜味 跟蔥蛋牛丼的味道融合耶 再來是看水桶的部分 水桶 可啦 果然水桶比較搭這種醬汁喔 喜歡這味道 我覺得反而原本的牛丼 加大家取一桶 因為加蔥之後 它會把酒精的辛辣感拉出來 反而比較容易被嗆到 再來 最後一個 泥妹味來囉 邊吃邊聞香的不錯耶 牛味跟泥妹味的結合 欸 其實沒有到很恐怖耶 嗯 嗯 嗯 再試試看 加蔥版本 加蔥力量 嗯 滿令人意外的耶 原本的版本的話 水桶跟泥妹味 搭配原本的牛丼 其實很合耶 反而是 加蔥的版本 比較適合大家 波本桶為自己 果然是蔥的問題啊 沙斯加蔥 沙斯加年紀君 OK 這樣我們把配料全部加上去吧 加個三包 這個爽 棒 這邊呢 原本的牛丼就加生蛋吧 盡量還原牛丼店的感覺 這個生雞蛋啊 算是我覺得 日本 所有便宜的食物裡面 最好吃的東西 但有些人很討厭那種 生的生生的感覺啊 那種會有腥味 但是我覺得 你還是一定要試一試 牛丼 加生雞蛋 如果你能接受了 就可以再試試看 玉丼かけご飯 生蛋拌飯 OK let's go 生姜 直接一鏡啦 OK 強化版來啦 我們配一點白飯一起吃喔 加過生蛋版本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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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集直接上升 可以一口 而且很波本 喔 欸 我覺得那個生姜的啊 淹過的生姜 紅姜 它就有帶那個姜甜味 跟波本本身 它就有帶一點姜汁的味道 挺好的耶 哇 吃看蛋液 喔唷 這個組合不錯喔 搭配波本味道 自己炸吃吃看 強化 加蟲 阿マリオスリーブ ちょっと嫌で 我這個 喔 七味粉 太暴力了 太暴力了 太爽 OK 沒有剛剛那個搭 果然生姜厲害喔 いい喔 小学 那個 再來下一輪 一口生姜 搭配一下 學一桶為自己 稍微普通吧 如果沒有加姜 我覺得應該不錯 再試試看 試試看 我先試試看 好像原本比較好耶 怎麼會這樣 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來 吃 有七味粉的 ネギ君 哇 行ける耶 大喝啦 吃一桶的那個柑橘的 然後有披茶的甜味 搭配七味粉的甜感 跟花椒的清香 超match的 嗯 這個不錯 讚讚讚 大家吃一碗牛丼 大概花多少時間啊 我看大部分的日本人 花五分鐘就吃一碗 不愧是社畜餐啊 越快吃完 趕快再繼續回去工作 五分鐘完食 然後把胃搞爆 再爆成社會傷害 或者是病假請假賺 OK 最後了 泥梅味 Let's go 嗯 大概跟剛剛差不多 為什麼差不多呢 其實就是 因為泥梅味味道相當的強烈 但它有一部分的味道 會延續你口中的味道 所以說 剛剛的肉香味 搭配泥梅味味味道 好 然後加了蛋 加了薑 不管 搭配肉香味 好 嗯 再來吃有蔥的版本 啊 這真的好吃耶 太爽了 不管是工作一天 或是午餐 吃了這個 灑滿七味花椒粉的 有這種 爽啊 不過大概吃到第三天就很膩 喂 搭配這樣 其實跟剛剛差不多 因為加了七味粉之後 那個蔥的味道 稍微壓低了一點點 沒有比較多甜味 沒有一點辛香料的味道 再搭配泥梅味味濕之後 跟剛剛一樣 牛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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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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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答 還不錯 咬到了 我覺得牛重點 應該算是 日本餐飲界 數一數二重要的一個模式啊 其實有很多點都可以來分析 第一點 他們通常都用 點菜機來點餐 松屋用點菜機 機業家的話 你要跟店員點 可能是機業家的一個堅持吧 但是差別在哪裡 松屋呢 就有很多 外國人的留學生 來打工 可能日文講的不是很好 可是呢 用點菜機的話 他們只要記得 那幾個東西就好 很方便 對於外國觀光客也是一樣 你只要點啊 按了 食券放在桌上 自然餐就會端在你面前 吃完 拍拍比武給走了 一句日文都不用會 爽吧 不過你點餐還是要 知道你要點餐錢 還有 價錢 價錢 嚴格來說 可能比自己煮還要再貴一點點 但是呢 比一般的拉麵店 定食 還要便宜一些 對於沒有多時間的人 或者是 每次上班都上到11點 12點 肚子好像餓了 總不可能回家再自己煮吧 要吃一個松屋 吃一個 機業家 加別 撥本 很久沒喝 難怪這一支 相當的Pure 沉浸的撥本頭風格 你說它是 你知道撥本也是可以的啊 我一開始也還以為 搭配三支 而且我剛剛倒不少 我想說會不會 我喝不下 食物已經來 No 沒有這回事 直接喝完 直接爽喝一波 難怪大家搭配食物 都很容易飲酒過剩 完食了 好啦 飽餐一頓 來進入正題吧 納豆搭配 威士忌 會是 怎麼樣呢 這次呢 選了納豆的醬汁 是帶有一點點的 蛋液 跟醬油 納豆搭配威士忌 總不常見了吧 吃吃看 很好吃 一樣 吃完之後再配 唉唷 唯一變成一個很奇怪的 發酵掉的 水果的味道 喔 喔 正常發揮 再來 再一口 選利同威士忌 來囉 卡丘酒喔 好喝耶 好搭耶 不錯捏 它那個 納豆所帶來獨特的 發酵的豆味 與那個木桶的味道結合 嗯 不錯捏 搭配雪地桶 最後的摩喔 泥梅味味士忌 not for you 思念 欸應該說 泥梅味味士忌的 衝擊性變軟了 變成圓滑了 被納豆所帶的 豆味 襪子味 給變得圓潤 但你說搭好像也還好 但是泥梅味味士忌 變得比較順口的一些 意外 會是一個不錯的組合耶 喔 吃飽啦 也喝飽啦 好 今天呢 用三種風味的味士忌 波本雪莉泥梅 搭配 日本常見的牛洞店 松屋的牛洞飯 個人其實覺得 都沒有絕對不能搭的東西耶 啊不過我想 買牛洞 搭配味士忌的人 應該是很少啦 那我這邊推廣一下 松屋一定要加它的 黑七味花椒粉喔 真的相當好吃 然後最後一個納豆 其實 只是純粹我想試試看而已 不知道大家對這種 食物搭配的影片 會自己想要真的試試看 還是看好玩的呢 我自己呢 對於別人的味蕾 跟自己的味蕾 覺得還是有一定的差異在 所以呢 我都很喜歡 試著做這種 特別的常識 大家也不妨試試看 做這種奇怪的 餐酒搭配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チャンネル登録 グッドボタン インスタガン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Bye 好喝 好喝